提醒家中有行动电源并且养宠物的消费者可要千万注意了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就有只狗狗趁主人不在家时 雕起行动电源狂啃 结果锂电池爆炸起火 导致整个家都被烧得体无完肤 幸好家中的宠物们都有逃过一劫 狗狗的嘴里叼着一个白色物体 拿到床垫上不断地咬 它尽情地啃了好一阵子 显得好过瘾 但咬着咬着白色物体突然喷出火花 狗狗急忙跳开 一旁的黄狗也逃离现场 只见火势越来越大 还一度爆炸 整张床垫烧了起来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这只狗狗 将行动电源当成结牙骨 二话不说 叼着它来到自己的床上大块朵移 结果啃到了锂电池引发爆炸 并引燃熊熊大火 现场来了好几辆消防车 消防员形容 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火灾 当时主人不在家 狗狗不知道从哪里翻出行动电源 消防单位表示 一旦行动电源里的锂电池受损或过热时 就会引发爆炸 所幸宠物都逃过一劫 整间房子焦黑一片 主人的疏忽让毛小孩酿下大祸 消防单位提醒民众 一定要使用官方认证的产品 并放在儿童跟宠物拿不到的地方 以免后悔莫及 刘荣伟编译 以免后悔莫及